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风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军机的模型 是由卡勒比所出品的1-72F-14熊猫战斗机的模型 这款模型的涂装,我们看一下 是VF-84海盗旗中队的一款涂装 这也是卡勒比所出品的海盗旗中队的第四款涂装了 我们从这个模型分会上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款涂装是美国海军第八舰载机连队 1986年到1987年期间驻刷在尼米之号航母上的一款涂装 这个包装盒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我们看一下,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那好了,那就话不多说,风哥直接开合 带大家看一看这款熊猫战斗机 它的模型做工到底怎么样 武器包,这个就是一张限量卡了 它的全球限量是1800架,我这架是1556 我发现它这个模型在运输的过程中呢 我的尾喷口,尾喷管已经掉了 但这个问题不大,本身它就是可拆装的 把模型取出来 我们来大体的检查一下,这款模型 确实它的问题还是暴露的越来越明显了 因为长期的使用以后,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问题 也是希望厂家能够尽快地把新模具投入使用 当然也不排除是装配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 当然整体来看它的漆面还是非常舒服的 包括它的座窗盖的这个地方结合的密闭程度也还是非常不错 然后呢,这个屏尾松紧适当 这个减速板的问题一直是存在的 过松,过松 微勾 从它的表面来看,它的机身的移印 应该说比较中规中矩吧 不算特别丰富 因为很多在之前的版本上面我们看到 很多的移印细节是非常丰富的 包括减速板上有一些小的一些文字标识 包括这个地方,包括这个地方 之前都是有文字标识的 但它这边没有体现出来 到底是实际上面就没有呢 而是它作为一道工序把它省掉了 这个还有待考证 这款F14熊猫战斗机的所有的一些模型配件就在这边了 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武器配置还是比较丰富的 包括这个四枚布什鸟导弹 四枚麻雀导弹 四枚响尾蛇导弹 两个涂装非常漂亮,非常考究的飞行员 空速管 可以替换的弹射模式和常规模式的起落架 主起落架 基附的挂架 附油箱 三个根据不同的武器配置进行选择的 一盒下挂架 可以替换的尾喷口 这个是发动机进气口的堵盖 这个是轮导 导弹和挂架先组合一下 待会装起来稍微就方便一点吧 首先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直接就把一枚波斯鸟给它卡入就可以了 主要考虑着它的结合的紧密度问题 因为很容易导致比较松 之前都是有存在这种情况 你看很松吧 插入就掉了 特别松 特别松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借助一些蓝钉胶 等一些辅助的一些耗材 看啊 这样卡入 不影响外观 你根本看不到有胶水的 有这个蓝钉胶的存在 这样给它卡进去 卡勒比的模型啊 它的对武器弹药的 一个涂装的效果 配色啊 涂色 还是很不错的 相对于其他的模型来讲的话 因为这样的 它的接触点呢 是非常小的 接触面是非常小的 如果你不事先把它安装好啊 到时候你去 把挂架挂上 你再去安装导弹的话 就很容易掉 导弹很容易掉 挂架也挂不住 特别是这个 一盒下的 一盒下的挂架啊 是我们玩家 非常诟病的一点 对卡勒比模型非常诟病的一点 实在太松垮了 好 还有就是这么多年下来 它的尾喷口啊 确实也太松了 这么多年 你看 实在是太松了 也一点都没改进 我们的前启动架啊 正常模式的 大家注意啊 这个卡应要卡到位 卡到底 不然的话就会太高 这样的话就到位了 之前也存在一些 足起托架比较松的情况 看看这款到底怎么样 还可以 我感觉还可以啊 一定要完全的卡入啊 一定要完全卡入 这样才算卡到位啊 看到这个起托架里面的 一个旧化效果 还是很明显的啊 旧化效果 非常好 非常好 结合得非常紧密 卡特比的这款 F14啊 它的肌腹挂架 前面的挂架和机身的结合 还是非常好的啊 其他的一些很多品牌 应该说这个地方 出现很大的问题 粪特别大 这个分析略微有点大了 这个就和它的机身的 这个合膜的位置啊 不平有关系 我们再压一压 实在不稳定的话 我们用蓝钉胶 给它再固定一下 好 安装到位 它的机身的尾部的上下合膜的位置啊 这个 还是很大 分析还是很大啊 高低不平 你看这边 这一侧 就是比较平整的啊 到了这边 就出现了一个高低的落差 所以它的装配工艺啊 还是出现了点问题 你看这边的分子特别大 特别大 这边就结合相对好很多 好很多 真的非常棒的飞行员 两个 这个涂装效果真的是 太粗色了 里面的 这张细节 特别的棒 最新的这个压入 上面的弹色拉环要给它 留出来啊 顶到就可以了 那两个飞行员做好了啊 盖上压一下 好 空宿管就安装到位了 它这里面塞了一个固定螺模 固定螺丝 但这个螺丝的位置呢 就非常不巧 正好呢 就出现在了这个卡槽的底部 如果能把这个位置把它移一下 那或许就会留出一个空间来 可以让卡槽做得更加深 调整一下 哎呦 是存在一个分析的 还是存在一个很明显的分析的 如果我们的玩家觉得这样不保险 可以考虑用胶水把它沾死 另外一侧就很松啊 没有效果 卡不住啊 好 另外一侧也卡好了 卡乐比所出品过的另外的三款 总共四款的 VF84海盗骑中队的熊猫 给它做一个 对比 那这款涂装呢 其实是90年代的早期初期啊 也是熊猫战机的服役的最后时期的一款 标准的涂装 是一款非常的灰色啊 蓝灰色的海军的一个涂装 呃 是一种低可视吧 算是低可视的一个 呃 效果 包括你看它的军灰啊 都是低可视涂装的 但它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的这个刻线 呃 采用那种渗线的一个处理 呃 刻线是比较深的 很明显 那这款就是我们今天 开合的这款 它就是1986年和87年期间的一款 第八建材机连队啊 尼米兹的航母上面的一款 涂装了 非常朴素 然后呢在机头的部分啊 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差啊 灰白色和黑色的一个强烈对比啊 也算是一款高时的涂装吧 这一架它的涂装就很漂亮了 它是80年代后期的一款涂装 灰白色 你看灰色和白色相间的这么一个 机身的一个涂装 黑色的垂尾啊 缩大的呃 海盗骷髅头的一个标志 也是非常漂亮的一款战机了 那最后这一架涂装呢 就是80年代早期初期的一款 呃 海盗骷的标准涂装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这个地方的一个军灰啊 移到了下面 移到了后面啊 偏小 然后呢 机身的分色啊 也没有像前面这款一样的 做了一个分色 它是有点偏灰色的一个涂装 然后同样是采用了这种黑色的一个 垂尾啊 海盗骷的一个标志 也是非常漂亮的一款涂装 这款VF84海盗骷的模型呢 应该说 整体还是不错 还是不错 品质啊 可能是已经不如之前的 呃 早期的几款来的出色了 这个它的模具的一个旧化 可能是有一定的关系 包括它的装配的工艺的水平呢 不稳定啊 也有一定的关系 呃 现在把玩卡勒比的F14啊 可以说就是一直在和我们的掉零件 做斗争 这个 一盒下的这个挂架就不用讲了 基本上一碰就掉 你不碰也会掉 太松垮了 你看我现在给你们做最后的一个 结束的时候 依然掉落 依然掉落 所以说赶紧我们的卡勒比啊 赶紧把这个挂架改成磁锡模式啊 上锡模具改磁锡 好吗 然后你们看这个尾喷口啊 特别的松 特别的松啊 一碰 一碰就掉 一碰就掉 特别松 特别松啊 希望这方面也能改一改 你看你看 对吧 也能改一改好吧 虽然说我们的玩家呢 很喜欢这款涂装 但是模型的本身 模具的本身啊 一定要再提高 再提高啊 好吧 不管的话我们很多小伙伴啊 都已经开始要放弃了 要放弃了 毕竟模型不便宜 不便宜 哎呦你看掉了 好吧 那本期的G模建设视频就到这边了 喜欢的小伙伴呢 要给我的视频转发点赞 关注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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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视频更精彩 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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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